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ongodb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简简单单NoSQL 这题我应该写简简单单Mongodb 但是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咱们不从复杂的地方入手 咱们简简单单的运行一下Mongodb 然后咱们要做一些简单的操作 这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Mongodb的命令行工具该如何的使用 第二 今天咱们实际上建立和删除一个数据库 看一下该如何操作 好 咱们马上进入咱们的实战演习 这个是今天咱们要预定执行的脚本 咱们一行一行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第一行是说在咱们Linux的OS的命令服务下 或者说叫在这个控制台下 咱们敲Mongo进入到Mongo的命令行工具 然后咱们敲一个help 看一下咱们都能够执行哪些命令 然后再做一个exit退出 同时咱们再回来 Mongo咱们再进入命令行工具 然后咱们敲一个showdbs 看什么 看一下咱们当前的数据库有哪些 因为咱们是刚刚建立这个 刚刚安装完这个MongoDB 所以里面肯定是没有数据库 默认的话 它只是给咱一个系统数据库 接下来use.log 这是干什么 这是说切换到coma.blog的这么一个数据库 如果当前没有这个数据库 它会给咱建立 如果有的话 它会切换到这个数据库的工作模式 接下来这三行干什么 建立三个集合 用db.create collection 这个方法 然后后面敲上每个集合的名称 咱们分别建立文章集合 分类集合 以及标签集合 换句话说是建三个表 相当于是在数据库中建三个表 但是MongoDB里面叫集合 咱们要和关系数据库 使用的语言要给它分开 建完三个集合之后 咱们用这个show collections 看一下是不是已经建了这三个集合 当然是这样吧 我把这个命令在上面再拷贝一个 换句话说 咱们建完数据库 切换到数据库之后 马上就看一下 然后咱们建完三个集合之后 再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建了这三个集合 同时呢 再看一下当前数据库的状态 因为咱们用了这个comaBlog 所以说呢 现在应该是有两个数据库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 系统给咱们分配的 各种各样的数据库的参数 以及最后 大家请看 删除这个数据库 再看一下数据库的状态 看一下数据库一览 这是今天咱们的操作步骤 您听的可能有些这个晕火 没关系 咱们马上实现 首先说 这里呢 我开了一个 Ubuntu的控制台 上一期呢 咱们在这个模式下 已经安装了 MongoDB数据库 今天呢 咱们实际操作 好 首先 咱们通过Mongo命令 进入到它的控制台的 工具行工具 工具行工具不讲话 控制台的这个 命令行工具啊 这有几个 这个警告信息 咱们卡环境呢 先忽略 不用管 但如果是咱们这个 盛量环境 我呢 倒是给您讲 它是什么意思啊 好 咱们先执行一个help 看一下 咱们都能够干什么 大家请看 刚才我给您说的这个 收DBS 收cassion 这些都有啊 当然还能看用户啊 等等都可以 这咱们今后一点点讲啊 好 那么咱们预定是干什么 今天 我看看啊 先退出 对对对 咱们先退出这个命令行工具啊 该怎么退出 Exit 其实这也写了 大家请看 这也写了 好 咱们操作一下 go 退出 然后呢 重新回来 没问题 干什么 看一下当前数据库 都有哪些数据库 收DBS 收还写错了 收DBS 没问题吧 现在有三个数据库 一个是管理数据库 一个是设置数据库 还有一个本地数据库 这个好像是这个新的 我现在用是3.6 以前我用是3.4的话 还没有这么多数据库啊 这无所谓 这个是系统默认的数据库 后面呢 是它占的字节数 全是0吗 换句话说 新建数据库 什么都没有吗 这无所谓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呢 要制定一个 或者说要新建一个 新的数据库 叫做小马博客 咱们试试啊 用use 使用 其实还没有 但是我就愣使用啊 小马博客 回车 大家请看 已经切换到 数据库 小马博客 咱们再打一个 寿 DBS 看一下 还没有吗 为什么 它还没有这个表结构 对不对 那没关系啊 我现在再看一下 这个show collection 再看一下 现在有没有集合 也没有嘛 对吧 OK 接下来 咱们建立这三个集合 先建一个 文章 然后再看一下 现在集合的状态 有了一个集合吧 对不对 接下来 咱们再建 分类 OK 然后再建 标签 然后咱们再show collections 没问题吧 大家请看 现在已经有三个集合 或者是三个表了 但是每个表里面 还没有数据嘛 对不对 别着急啊 那是咱们今后的课题 咱们建完集合之后 再看一下数据库的状态 刚才是三个嘛 对不对 现在呢 大家请看 行 马不过出来了嘛 换句话说 咱们现在已经建了一个数据库 同时呢 在这数据库里面建了三个表 没问题吧 增加数据是咱们今后的事啊 那么接下来 我再看一下这个系统 给咱们最后分配一些个参数啊 敲db.state 我这讯息键盘还真的有问题啊 嗯 稍等 哦 不好意思啊 少加个S啊 那 这是他给在分配的一个数据库集合 嗯 叫什么数据库 然后呢 里面有几个集合 三个 有没有试图 有没有对象 等等 这个参入信息 嗯 这个对于咱们 今后包括这个索引嘛 包括以后咱们会做这个数据优化的课题中呢 可能会讲到这些个细节 目前先不要管啊 然后 咱们要删掉这个数据库 咱们试试啊 db.job 大家请看 我呢 敲这个table键 它会自动给人弹出来啊 呃 所以说呢 它有这个补完的功能 咱呢 也不用说 完全记着命令啊 直接的这个 用table键就能够出来啊 好 咱们试试啊 我要删除当前的小马伯克税库哦 go 哎 大家请看 他说已经删除 删除谁 小马伯克 OK等于1 这都是Jason对象嘛 就说已经删除成功了 对不对 如果这是零怎么办 OK就不等于 就失败了啊 当时你在看老虎看有什么问题啊 目前在删除成功 好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现在的dbs啊 看看数据库中 还有没有刚才那个扣妈不老虎 哎 大家请看 没有了吧 在这地方 大家请看 刚才我敲这个 受dbs的时候 是有这个小马伯克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数据删除之后 数据库删除之后呢 咱们再受dbs呢 看这个数据库一览 小马伯克已经被删除了 这是简单的数据库建立 以及删除的操作 不知道您理解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好 今天我的代码呢 如果您有兴趣呢 可以在您的虚拟机 也简单的敲一下 试一下 应该不是很难 相对比较好理解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 今天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供您观看下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蒙古DB视频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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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